在苦黃情的談鬥聲中 新樂國小學生用 泰雅族設日傳說 為台北市聯合豐收祭揭開序幕 原住民以前有太陽 很熱很熱 所以我們前面在對抗太陽 然後對抗太陽完就豐收 然後奉給那個神 挺開心的 有機會來到台北 來給觀眾看我們的舞蹈 今年一共會籍十二族群數百人 輪番演出各自的傳統歌謠舞蹈 場邊民眾也不由自主的 一起舞動嗨翻現場氣氛 不過活動用意是希望 給予都市原住民孩子 有機會認識不同族群文化 歌謠部分 我們全部都是唱族語歌謠 我們不唱所謂的國語歌 或是什麼英文歌 沒有 在都會我們也可以辦成這樣 也可以讓都會的孩子們 更認識自己 然後更能夠體會 所以原來原住民的文化跟語言 是多麼美 就是其實我覺得我們年輕人要做 就是我們要做傳承這件事情 因為老人家他們也會老 那我們也會長大 所以我覺得在都園這件事 讓我覺得可以學到族語 跟這個文化 讓我覺得很珍惜 這樣他們語言 他們就發問 這樣發問一下的話 對小姐來講的語言裡面 就會有機會記在心底 對不對 這樣我們在上課當中 我們就會跟他講 你們那次去觀摩的以後 你們想到什麼東西呢 像講給老師聽 我們常常會這樣子 這樣的議題 足以老師坦言 傳承族語文化 單靠每週兩小時 族語課程實在不夠 但透過多次對外交流 展演和觀摩 或許更能激發學生興趣 並且藉此凝聚族群的認同 原視新聞 這次買一國囉 台北市採訪報導 對外交流 都在十分之中 官司を示範 基督 軍無下 的